五块钱 水管 带水龙头 这就是我们开业大轴饼 是你拿着这根软管来找我买这台热水器 我给你们八折 听明白了吧 光想靠在市场上做零售 怎么能溜通情 一无的未来 不会是零售 批发 我现在着急要带队出国考察 秋妍已经在这门人照顾了 你跟玉珠商量一下能不能帮我带来 求之不得 他要在这儿小区成绩肯定能上去 就在我们家住着就好 首饰首饰没打签 百货老董那儿欠了两笔款了 五金那儿的代销商也欠我们钱 你要想清楚一点啊 人家不是不还给我们 这个年头大家手都紧 假的怎么了 现在人就爱穿假的 你们的货没人要 人家都奔名牌去了 可是我们这个是正品啊 质量有保证的 我们班同学 寄了一批包 跟咱家的一模一样 喂 老赵 哎 你不是说了今天把款给打过来吗 我账上没有啊 铁牌货 你们三层 好几个人 都能分货呢 有多少要多少 哥们跟你讲我不要买铁牌货了 年历当地假货 这是今天一天 不够送到我们这儿送钱了 卖假货欠款不还 你说以后谁还敢在义无发展 我能控制我保证我 我肯定我能控制就对啊 我现在把东西还给你 你会怎么样 我肯定不会在义无卖的呀 永远心里面装一杆成 否则的话你这辈子成不了大伤子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爸 你又肚子疼了 你别写了 看一看这块地方多漂亮啊 你信不信 将来这块地方能发生很多的奇迹 人得拜镜的活着 一人富度获还 绝对不能再拖下去 邱主任 邱主任 邱大哥 老少爷们儿 对不住了 能烧出一个卖真货的银 有口碑的银 那烧多少都值啊 老闹 父亲 老贵 哥 妈 真是我心里 最开心的一天 等我等他 我去国外看你 这次呀 无论如何 你们先给我一点 别再让我空手回去了 行吗 再给我们两天时间 我们这边 每次都两天 那边有三个人 行 我知道 你铁个大头 你不要命了 把这个擦掉 擦掉 现在我们家钱的劳动 我找到了 这块钱 我觉得应该拿下来吧 我不请客 打不开市场 拿什么换钱 快过年了 老总 快过年了 你帮我忙啊 下来 这不是真的好玩啊 今天咱们去 旌旗我们家 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的钱包 放开我 老许 这小偷还要帮我手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我吧 住手 走 老许 我们一家人过年好 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我都没去接你了 就想突然然在你面前 吓你一跳 再过不了几年 咱们全部都在网上做买卖 到时候足不出户 就在网上想买什么买什么 照你这么说 以后我们家产业干脆倒闭得了 人家都不去挂商店 同家动动鼠标 要我们干嘛 你的两个宝贝儿子 争得在爷爷面前表现了 有实力又信得过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应该一起看这个交易 连一晚上都不舍得给我啊 杨学只是跟老肥的贸易 被打抢了 陈江河将会成为我们 杨氏最大的竞争对手 西班牙狮子 你好 蓝阳先生 既然我们合作 大家都好好活着 在一起做一些 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是朋友 不是对手 别人可能 你不信我 蓝阳 你这些朋友都值得信任 水手是由我中程度最高的人 蓝阳来电话 说两个小时前 杨氏集团宣布 所有的货品都降价百分之十 促销欧洲 费尔南德已经开始 着急分销商务 这么快 就开战了 我从各地调的货 都在海上 我保证 会在展校会的当天 所有货物到岗 从你们进入玉珠集团的 第一天起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 不能指着船长一个人掌舵 该拉绳拉绳 该撑翻撑发 杨氏要么不来 要来就做到最好 我就是要证明我陈大光 比他陈江河要强 无论是实力 财力 还是合作伙伴 他都不是我的竞争对手 这么没理智的刺杀行为 不像是陈江河干 你的意思是洛玉珠 你到底屠宿 打败玉珠集团 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 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是吗 费尔兰德下决心打击场价格战 就说明他跟这两个品牌商 已经沟通好了 现在还剩二十个小时 你觉得让他们改变主意可能吗 任玉雄这个人很难相信任 而且他跟我说 他了解我们跟杨氏 我这个人爱恨分明 看对眼的人 什么也喜欢 这些杨料 是严重的质量 严重的质量 那他们从哪里来的 从中国 迅速协调新闻媒体 我们要打好这一仗 怎么样才能挽回 我们预助极端的景象 就是召回欧洲所有的产品 停工停产 这个罗钥匙我知道 确实是我们学校的 而且我还知道 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接待你们 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这新材料是我们玉珠集团和大学实验室合作研制的 未来是受法律吗 现在没有 明明是吞并 让您说成合作 这到底是撤股协议还是中枢协议 陈大锅 你曾经说看错了 我陈大锅配得上抢锅 我就得了你 哪里最后一次我忘了 不是 不是你想像那样的 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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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我 玉珠 放下 你别把剖腹在这儿闹 行不行啊 我是拿过几笔回扣 我也利用过公司赚过几笔钱 可那是我该得的 你撒手 抢锅 跟我走 撒手 撒手 别的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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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进宫李日强的投降了 你是我的儿子吗 你有没有一点决心啊 我就不敢是你的儿子